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自然史 还是在认识的过程中 就好像一个森林大火似的 当这大火燃烧得很旺盛的时候 我们主要扑灭的是明火 那些暗火的话 当时虽然也发挥作用 但是在森林大火 最关键的时刻的话 它并不在我们的主要的视野中 当这个大火都被扑灭了以后 那么这个暗火的问题的话 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过去在其他国家的话 防治埃博拉的时候 在非洲国家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它两个最长潜伏期的话 都经过了没有新病例了 但是两个潜伏期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控制了 后来又发现病例了 这说明什么的话呢 对这些疾病的话 当我们没有发现确诊病人的时候 是不是病毒已经完全消失了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的话 观察的一个风险 从武汉这个势力出现以后呢 告诉我们这个病毒的话 是吧 在武汉的话不仅仅现在还是在那个病 是在医院的话 那些病人身上的理由 在社会上的话呢 也可能还存在 对是吧 比如还可能存在有一些的话 携带病毒的这些的话 病毒的携带者 和是这个还有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以及的话呢 将来还有一种可能出院的病人 有些病人的话呢 是不是的话 他也是还作为一种排毒者 对 所以整个这个疾病自然史的认识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提高一些警惕 好 我看武汉现在的话呢 加强封闭就是应该是完全正确的